在韩国有很多大家非常喜欢的团队 而在这些团队当中 备受大家关注的就是韩团的门面 那么哪种才是你心目中的神仙容颜呢 是充满亲和力的领家清新感 还是带给大家欢乐的人间维他命 还是微微一笑很清澄的冷艳美女呢 根据网络热度票选韩国 女团颜值担当套布时 究竟都是哪些女团成员上榜呢 看看有没有你家爱到呢 套布一Blackpink精致笑 Wonderful排行第一位 果然不负众望的颁给了所有人间 迪奥之称的Blackpink成员金致笑 韩国人对于她的颜值评价也很高 认为她是女团的标准长相 G-SO有着流畅的脸型上庭片段 再加上高挺鼻梁和戏长的演习 整体看起来偏成熟冷清 又长了一张小巧的樱桃嘴 怎么看都不会腻 出道时Blackpink就因为四位成员的美貌 被网奥提出歪积什么时候 也开始注重外表了的疑问 而他们不止在韩国甚至是在全世界 也都是许多少年少女争相模仿的潮流学习对象 其中金致笑被韩国青少年 选为新一代的理想型冠军 更是在2000年获得了King Choice 票选中的世界第一位 套部一的头衔可谓是当之无愧 套部二Tunce周子瑜 Tunce的官方本面是周子瑜 周子瑜的长相在南韩 哪只欧美都非常受欢迎 等于娇短的下巴 她的五官亮感更大 长相要更加幼齿一见 再配上大大圆圆的眼睛 显得清纯可爱 韩国民众都非常喜欢周子瑜的颜值 甚至将神似周子瑜的美女 成为语系美人 虽然长了一张可爱脸 但周子瑜身高172厘米 身材十分高跳 跳舞时的性感魅力也让人无法抵挡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她得跳过好几次 美国网站TC刊登了票选的 全球百位最大面孔Top1 好像去年就是还有很多次 都是在前三 Top3 Redveld裴朱炫 拿下排行榜第三名的是 冰山美人裴朱炫 红贝贝是韩国的人气女团 不知道有多少男粉 红贝贝刚出道时 门面担当就是我们的裴姐裴朱炫 裴朱炫拥有白皙的皮肤 迷人的内生 虽然身高只有不到160公分 但依然有着较好的神采比例 也曾被受过神似少女时代的太阳 裴朱炫的眼形锐利上扬 加上高挺鼻梁 精致丽体的五官 散发着独特的清冷气息 而且舞台上风格自由变换 可言可甜 从少女时代的甜美 到暗黑风的性感都能完美驾驭 除了法力纹比较深 没有什么缺点呢 刚出道可能就是造型态度 裴姐的颜值并没有被网友发现 后来经过造型式的改变 加上裴姐本来就高的颜值 蒙珠的珍珠终于发光了 每次裴姐出街 绝对都是最美的女生 裴姐的舞台造型和妆容 不知道迷到了多少男生 就连女生看了都会心动 当然对内其他成员 也都有各自的魅力 不过裴姐的颜值 是男韩公民公认的神焰 Top4少女时代林玉儿 身为韩国二代女团的经典组合 少女时代是许多宅男 心中的神话一般的存在 凭借着一首季迅速火遍亚洲 组合中的九位成员 也尽身为韩国一线女明星 尤其是身为C位宠儿的林玉儿 同时林玉儿也是 戴京时长最长的美面担当 现在的她出道15周年了 不过即使年过三十 也依然青春靓丽 虽然更像是小朋友的林玉儿 影响录像的情城外貌 拍摄过许多广告代言 也参演了许多影视作品 虽然初期的演技受到不少人的批评 但是通过一步步积累经验与努力 也逐渐在影视界打开了局面 套普IVE张远奕 最强新任女团IVE的成员张远奕 一定是众多粉丝心中的 最强门面担当代表 才18岁的张远奕 虽然人痴心的是 已经171厘米的身高了 腿长真的巨长有107公分 妹妹的脸应该属于毛细长相 短缘短的脸蛋非常可爱 肉肉的短鼻子也显得很幼灵 目前来说是最合适的 所以以后要转型的话 可能要多下点功夫 张远奕自限定女团 IZ OWE的时期都相当顺欢迎 也带任了对内的C位 而张远奕后来在IV预出道后 更是因为她开始 逐渐转变为成熟风格 团体的主打歌退出后 每首都相当活活 华丽的妆容造型 加上盛世美颜 也让张远的人气更上一层呢 Top6 ESPA 柳芝米 说到四代女团 最有话题性的成员 想必就是ESPA的成员 可瑞娜了 虽然出道前曾一度爆出黑料 而引发争议 但凭借着自身的努力 和出色的实力 逐渐收服了粉丝们的喜爱 而出道前 本就是SS红人的她 已经积累了不少人气 ESPA成员 每个人都有着分身的AE 不过有许多粉丝 跟网友都说 可瑞娜不需要这个AI分身 因为她本人 就像是由AI打造出来的呢 可瑞娜精致又高冷的脸蛋 只要人一秒入坑呀 Top7 找一朵叶树华 在DLE的官方门面 叶树华最具有特色的地方 在于她身上的 中国古典晴冷机制 五官都是耐看型的 属于晴秀罐 比较有特色的是她的眼睛 虽然双眼皮不明显 但眼睛很大很亮 她的眼属于很小众的类型 甚至有人get不到她的脸 她其实很适合淡妆 或者是纯素颜 而浓妆就会完全掩盖 她脸庞的优点 很多角度都有点装Irene 好看的时候还是好看的 但是业务能力和身材管理 总是被吐槽 作为女团成员来说 也是最有争议的 而最近的叶树华终于开惯了 今年将尾都回归 叶树华的身材 终于不再被人吐槽了 她的实力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回归首次舞台中 叶树华直拍数据 更是大爆 断层低 无论是表情掌控力 还是舞台表现力 都十分热烟 前几日 叶树华亮相妈妈红炭 叶树华一头金色卷曲头发 性感的高开刹长裙 和黑色高跟鞋 充满了神秘和风情万种 同时黑色也衬托出 她的雪白肌肤 看起来 她的状态真的太好了 整个人充满了气场 既高贵又冷艳 自带气场 真的太漂亮了 她不包FX 郑秀金 FX的姐姐是前少女时代成员 郑秀妍 两姐妹的颜值都很高 神力靠脸吃饭的郑秀金 六岁就因为长得好看 BSM娱乐形态相众 开启了练习生活 她的五官和脸型分布 非常符合三体无颜比例 所以有耐看的基础 然后五官长得又很有特色 鼻子很精致 眼睛仰尾上条 且眼白露出增添了棱看 并且有微微的高颧骨 既不突兀 也很有辨识度 值得一提的是 气场真的是一绝 随便一个眼神 都有种女王气势 她不叫ITZY神刘真 相信不少人都听说过 刘真的出道经历吧 原本是告得起粉丝的刘真 在参加粉丝见面会途中 去上厕所时 被GYP的形态发掘 就这样误打误装 成为了自己爱豆的后辈 在出道前 刘真以为轻爽的面容 参与了BTS的微电影演出 而其实刘真在那轻爽的外貌下 还有着非凡的舞蹈功底 出道前 曾参加选秀节目MIX9 出色的表现 曾获得多次第一名 收场实力 也获得winner队长的 称赞和好评 套布是妈妈某 松乐 松乐是实力派唱江女团 妈妈某的队长 说起松乐 她的自我管理 可是一点都不马虎 去年松乐进行了 减制和健身 卓有成效 造就了一身 明显看得出脊弱的好身材 也让她成为杂志 Myth Health Career的 逢面女郎 而松乐的英文名 松乐有太阳的意思 时常笑颜敞开的她 也拥有开冷的形象 在粉丝心中 就是一颗温暖的小太阳 看完宝那排行 发现韩国女团的 颜值担当的风格 还挺多样的 清纯可人 可爱阳光 冰闪美人 各种类型都有 你最喜欢哪一位呢